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豆瓣评分8.9的心灵捕手 麻省理工数学系教授 在走廊写还有一道十分困难的题目 希望学期结束前有人都解出来 清洁工威尔无意中看到 轻松解除并把答案写上去 在麻省理工的校友会上 有毕业生问教授 是谁解除了黑板上那道题 教授颇为震惊 答案竟然完全中确 教授问了几个平时很优异的学生 大家纷纷摇头 都表示不是自己解除来的 威尔和死党们整日混在一起 到处打架姿势 守威尔的生活常态 某日遇到在幼儿园欺负过自己的家伙 威尔和死党们下车教训一番 当年这家伙欺负威尔太狠 以至于警察来了 威尔都没有停手 下一次上课 教授的课常作为虚习 与其说是来听教授的课 不如说是好奇 来看看是谁解除那道题 很遗憾 威尔此时在警察局 教授告诉大家 没关系 我再出一道题 这道题是我和同事解了两年才解开的 请沉默的天才再解解看 威尔距离被审讯还有一周 这种事情他见多了 根本不放在心上 晚上 威尔来到走廊 发现了新的题 看了一番又写下答案 教授远远看见 大声呵斥 不要乱涂乱话 你这是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助手告诉教授 就是他 答案是中确的 威尔和斯坦文除了一起打架斗殴 偷窃甚至袭警之外 威尔的拿出好戏 便是到马首和哈佛的酒吧去 三分钟摆平一个混蛋 威尔除了数学上的天才之外 饱览寻书 知识储备 远超酒吧里张口闭口 各种理论的家伙 甚至能告诉对方 你说的是哪本书的哪一页 斯凯兰被威尔深深吸引 给了威尔自己的电话 教授在法庭上找到威尔 威尔就能为自己做辩护 法官告诉威尔 一页A4纸已经写不下你的履历 你住过几个寄养家庭 受过三个家庭的虐待 别的法官是关心你 但你打警察就得坐牢 威尔栽了 再怎么口诺选河都无济于事 不准提出抗告 保持金5万 教授和法官谈过 可以自己做担保 带威尔出去 但必须答应两个条件 第一 定期和自己研究数学 第二 接受心理治疗 虽然两个条件威尔都很抗拒 尤其是心理治疗 但是两害相权 取其轻 答应了教授的条件 自从威尔来了之后 教授的助理 就只能默默待在后面 倒倒咖啡 拿拿文件 威尔凭借自己 从书上背下来的东西 一连气袍了五个心理医生 最后教授 只能去找自己的大学同学 现在的心理学教授 西恩 面对西恩 威尔也是先发智人 威尔问西恩 架子上的书你都看过吗 西恩说是的 威尔说 都是垃圾 你健身吗 我推能推多少 西恩说 285 威尔没有找到弱点 这是看到教授后面的一张画 威尔指着话 大家批评 还说 你娶错了女人 威尔成功激怒了西恩 不过和其他心理医生不同 西恩没有就此离开 而是向威尔 弹露自己的真诚 西恩对威尔说 看到你 我没有看到聪明和自信 我看到的是一个被吓傻的狂妄孩子 不要以为通过一张画就能了解谁 同样 我不可能通过知识来看你 那不是你 除非你愿意谈谈你自己 否则我不知道你是谁 一般被自己刺痛都会立刻离开 威尔第一次面对西恩这个异类 有点不知所措 接下来的两次治疗 两人就安静地坐着 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只要威尔不开口说话 西恩是不能开口的 必须要威尔自己开始谈漏 他才可能有机会去治疗 第四次见面 威尔终于开口谈爱情 威尔说 实际上我刚分手 我提出的 他太完美了 我不想破坏 西恩说 很聪明的哲学 你不想破坏完美 这样就可以一辈子不认识人了 西恩谈了自己去世的妻子 她有很多小缺点 我也有 正是这些小缺点 不完美 才决定了一个人 才可以选择 让谁进入自己的世界 结束后 威尔便去找斯凯兰 便带着女友和斯凯兰出去喝酒 威尔和女友的关系 发展得很顺利 女友深深爱上威尔 并提出要带她去加州 威尔觉得害怕 她害怕到了加州 女友不爱自己了 又颜色犀利地告诉女友 我只是你的一段 你最终会去斯坦福 嫁给一个你父母任何的有钱人 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抹颜色 威尔只是怕被拒绝 被抛弃 被离开 谁选择不相信任何人 不接受任何人 为了不被拒绝 不会抛弃 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拒绝别人 先离开别人 教授给威尔推荐了很多工作 甚至包括美国国安局 威尔面对任何人 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答案 看起来无比合理 无比有逻辑的答案 实际上无论教授给什么工作 他都不会接受 那破坏了威尔的世界 和斯党们在一起 打家斗欧 在工地上打工 或者到大学做清洁工 威尔长此以往的坚守这个世界 小时候的虐待和伤害太重 以至于他没有勇气 离开现在的生活 西恩问威尔 你为什么要到麻省做清洁工 威尔把话题 拼离到清洁工身上 他说 做什么工作都是中常的 都是选择 没有低贱和高贵 都是为人民服务 西恩说 别跟我扯淡 我问你为什么要去麻省做清洁工 你到底想做什么 威尔的小伎俩被识认识破 之所以拼离话题 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女友去了加州 威尔的电话里只是说了保证 其实他想说的更多 只是害怕 害怕走出这里 害怕受到伤害 好友查克告诉威尔 离开这里吧 你因为我们都没有了天分 你在浪费你的才华 我每天只有十秒是快乐的 就是去你家接你 我每天都期待你不在 离开了 没说再见 什么都没说 如果五十岁 你还在这里和我一起搬砖 我会杀了你 看着威尔童年被虐待的记录 西恩对威尔说 这不是你的错 那一切的痛苦经历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那不是你的错 西恩一遍一遍地说 威尔甚至被激怒了 你不要戏弄我 他一定是被戏弄了无数次 终于 威尔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攻破 抱着西恩大哭一场 像个孩子一样 威尔接受了教授介绍的工作 是自己主动作的选择 威尔开着那辆七丑无比的车 来和西恩说再见 帮我告诉教授 抱歉 我要去找个女孩 那辆七丑无比的零件车 开在自由之路 平心静气的自由 不是狂妄自大的自由 尾巴 你意识到自己自以为是的浅薄了吗 我从小就很喜欢贝克文 诗词 文言文 各种 我只喜欢上语文课 这么做有好处 有考试容易一些 但坏处也有 就是我总会无意识地 拿一些话来当信条 标榜自己 把一句话附在自己身上 显得自己有多懂 我们小时候都写过作用名 刻在桌子上 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 勿以洛小尔为之 勿以善小尔不为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 天才是1%的灵感 加99%的汗水 时间就像海面里的水 只要愿意及 总会有的 明日复明日 明日喝其多 等等 但真的理解这些话吗 起码我没有 我只是背下来 也能写下来 甚至能说出来 即便到了说的程度 也仍然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只是想说话 不是有话要说 就像一个孩子 走在森林中 看到漂亮的花 哎呀这个好看 不 那边那个好看 捡一个丢一个 捡一个丢一个 米试在花海里 还忙得要死 可能捡了丢 丢了捡 已经看过几千朵花 但连一朵花香 都没有感受过 当走出森林 会对小伙伴们说 自己看过如何漂亮的花 有几千朵 你们都没有吧 难道这就是万花丛中过 偏夜不沾身 不 就是付钱罢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 是在大学毕业后 有一天 在云南的一个叫云县的地方 等公交车 是个下午 天气很热 从12点多 等到下午2点 来来去去好多趟车 就是不停车 我大为恼火 乡下就是乡下 连公交车都这么野蛮 难道要我拿出100块 从公交车挥手吗 哦对了 那个站的站名叫招呼站 终于 公交车站来了一个 穿得泼泼烂烂的男人 说是公交车站 其实只有一块牌子 我心里想 倒要看看他怎么做 过了十几分钟 公交车又来了 只见这个男人 像招呼出租车一样 伸手 那公交车便停下了 我也就跟着上车了 我坐在最后一排的窗户边 我打开窗户 吹着剩下炽热的风 我心里那个凉啊 比雪碧都凉 那一刻我真的很想 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 我自诩为读过一些书 还记住很多大师的话 没有哪个时刻 比那一刻让我更感到我的浅薄 那个穿得泼泼烂烂的男人 让我感到难堪 或许真的上了战场 我这样浅薄的人 一定会乘风在第一个 而那个和我一起坐公交车的男人 应该会跟在我身后吧 总会跑得比我慢一些 前几天听了一首耳歌 读书了 小时候不知道听了多少遍 唱了多少遍 可前几天再听 我觉得这不是耳歌 这是摇滚的朋友们 还有比这更摇滚的吗 不怕太阳晒 也不怕风雨刮 只怕先生骂我懒 没有学问 无脸间谍那样 不是为做官 也不是为面子光 只为情人弄翻身 不受人欺负 不做牛和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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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牛和羊